Hello,大家好,我是洛达华。我在这里祝英狂体育的朋友们,红红火火,也祝愿你们能够在英狂体验精彩的人生。 联赛遭遇到了两连败,状态回落得十分严重。球队近期防守问题多多,过去两场联赛合共丢了5球。主场面对云达布莱梅更是三度被攻破大门。防线几乎是形同虚设的状态。 所幸基尔高士丁本赛季的开局也如同换了人一般。三场联赛过后遭遇连败,而且三场比赛均已0-3大败。得失球比低至0-9是对史上最差的开局。竞技状态甚至比杜塞尔多夫还要差。此一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水兵对水手的对决。 综合分析,两队的近况已经没有可比性,但杜塞尔多夫在过去四次在联赛中与基尔交手都未尝胜绩,心理上会更加有负担。 圣平负数值方面主胜已经从2.20的位置逐步下调至2.00以下,反而给予了杜塞尔多夫支撑力度。可见主队的主场优势加成很大,此一杜塞尔多夫在主场抢得分数的可能性很大。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,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谢谢,thank you。